就是这座长庚医院旁的人形路桥 道路破损严重 连接马路的自强桥头还会积水 从过年前就不断接获民众抱怨的市议员秦珍 邀请相关单位一起来解决问题 因为这条钢钢步道 是经过我们长庚医院的一些市民朋友 他们必须来入境 因为我们基本多余的气候 然后因为路面也破损很多 然后他死罚的效果也减低了 一直在反应 释放师把路面做一个检修 不然下一天积水 他们一些朋友 民众要走也不方便 尤其一些患者 他囤着轮与车 那现在我们长庚医院的 唯一养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市政府部门呢 当时是公布部门 是他们的一个主管业务 那是不是由我们公布门 跟长庚医院做一个协调 由我们市政府的公布门 来做一个设计发包 经费来拨到市政府 我想在这个程序上 可能会比较缩短一些期间 让这个路面赶快检修完成 或者希望是我们大家 长庚医院跟我们公布门 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联系 那两部分我们维护的 清洁维护我们会配合 那相关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再配合市政府 这边的相关工程 那第二个清洁作业 我们会定期来做 相关的清洗作业 预计由长庚医院出资 委员市政府公务处处理 公务处承办人员指出 会尽速回复 希望让民众行得更舒适 更安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